魏宗万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随手弹了个棉花 将成为《抗日神曲》 这轻快的旋律 动人的歌声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快乐 当初在拍摄《巧奔庙桃》时 导演上门要求魏宗万 希望他饰演剧中的老妖 但是被无情地拒绝了 理由是因为魏宗万认为 抗战剧应该是神圣的 而不是搞笑的喜剧 两人因为各自的理念 发生激烈的争执 就在众人以为 魏宗万和老妖一角无缘的时候 导演再次登门拜访 二话不说就跪下去了 看到导演诚恳地邀请后 魏宗万最终搭赢出演 王虹也凭借极限就场 汉奸 汉奸 小胡子想抽汉烟 不行 走口 呸 他抽烟就不行 你还想喝酒 被观众称为最佳翻译官 剧中的每个人物 都充满了鲜明的特色 也正是因为这些严谨的设定 才让剧中的每个角色 看起来都十分的舒适